好 我相信你在接觸這些案例的同時 你可能也採訪了不少 同志團體跟同志朋友 那在你採訪過程當中 因為可能大家有支持 跟反對的立場 在這社會的氛圍上 那就你的了解 他們對於同志婚姻合法化 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感到很辛苦 還是覺得說 台灣的法令 現行法令 確實也對他們造成歧視 讓他們身心受到傷害 其實台灣越來越進步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對於同性伴侶 或是跨性別的這些朋友 其實應該是 跟以前比起來 當然是越來越友善 但其實大部分的人 對於這些不同族群的人 還是抱持 多多少少 要抱持一些歧視的態度 那就我們的法令 還有制度上 其實那根本就不用講了 因為包括我們現在 連同性婚姻都沒有辦法 都不是合法的 那就我接觸到一個案例 有一個朋友跟我分享說 他是一個變性人 他原本是一個生理男性 然後他結婚了 然後他也跟他的老婆 生了兩個小孩子 但是後來他婚後之後 才覺得 他才決定要變性 所以變性之後 所以就變成兩個女生 一起共同扶養小孩 可是變性之後 他的婚姻並沒有受到影響 他還是維持他原本的婚姻 可是他就私下透露說 在報稅的時候 就遇到問題 因為他是用自然人憑證 然後使用報稅軟體去報稅 可是他在點選佩爾蘭的時候 卻沒有辦法秀出他老婆的資料 因為在報稅軟體上 並不承認同性婚姻 雖然說他實際上在生活上 他們的婚姻關係 並沒有受到影響 他們還是維持他們原本的婚姻 可是在報稅的時候 卻遇到困難 就沒有辦法再幫他老婆 一起報稅 所以在報稅的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他覺得說 在報稅這一點上 就讓他受到歧視 不受尊重 所以其實在我們整體的 台灣社會而言 在法令上 在制度上多多少少 還是存在的很多 歧視的一些設計 所以聽起來 台灣的同志朋友們 如果要繼續爭取 同性婚姻合法化 還不知道跨性別的平權運動 真的是同志還需要努力 今天也非常謝謝 洪斌來到今天的新聞現場 鼻子